我們現在就在開Honda CR-V小改款 但是現在這台是頂規的車型 不過講到頂規車型很重要就是 這次小改款的Honda CR-V 其實又把它的這個入門版的VTI的車型 又重新恢復生產推出 那當然這個VTI車型就有價格上的優勢 只要94.9萬 而且有這個Honda最著名的 Honda Sensing這樣子一個功能 對 整個全車系都已經主動安全的 防護系統都已經調配了 沒錯 那當然也有像這個郭小姐很欣賞的這個 你看我打右邊方向內 可以看到右後方車輛道路的一個狀況 這個Land Watch的功能 這個我也是真的是覺得是蠻不錯的 真的很方便啦 比盲點你可以直接看周遭 比如說某的摩托車啊是車輛還是新人 對 我覺得是更實際一點 對 那當然啦 以Honda Sensing來說 它的主動車去循環系統是0到180 都可以作動 那像現在有一點小塞車的狀況 我就可以直接的啟動這個ACC的功能 那目前我們的車速設定是 法令線速的80 當然啦 前方的車子現在開的比較慢 它就會自動的加減速 這時候我們就很清楚 這就是Honda Sensing在ACC功能上非常好用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Honda Sensing也有一個這個 車道維持的一個功能 不過要在時速72公里以上才會啟動 小改款的車型呢 除了增添VTI的這個版本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它在水箱罩 下氣罷的部分啊 都有做了一些些的調整 還有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這個 方向燈啊 改為時下非常流行這個 蓄裂式的方向 也就是我們一般車友俗稱的這個流水 對… 其實我覺得CR-V小改款 其實它的改款造型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亮眼的 對啊 而且辨識度蠻高 那當然大家最主要看到就是 下氣罷那一整個金屬的飾調 我覺得還算是蠻 跟舊款有一個蠻跳脫的感覺喔 當然它的輪圈 以及它以車尾也有熏黑的燈殼 下方的後下保感 甚至是連排氣管的造型 改成方形 對… 感覺上質感上再提升了一些 是… 那像這個熏黑尾燈 我覺得更增添了一些運動化的感受 對… 講到運動化你就不得不提到 以Honda CR-V來說 配置了這具 Ultspring 地球夢的1.5升 4缸渦輪增壓引擎 哇… 有最大 193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24.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這個啊 以中型修旅車來說 這0到100的加速可真是不得… 欸… 我跟你去試過嘛 對不對… 對… 0到100加速只要9秒出頭啊 我覺得哇…真的是太厲害了 同級表現最好的啊 呃… 對啦… 就是同級表現最好的 對… 這個0100加速呢 是打掛了這個福特庫桿1.5啦 對… 跟Raffle 2.0的這個自然進氣引擎的這個車款 是… 所以這一台車呢 真的是相當厲害 那當然Honda CR-V 除了0100加速非常快之外 我覺得Honda著名的一個操控 我覺得這個也是CR-V擁有很強悍的一個地方 它的底盤啊 對於這個路面的回饋反應 傳遞到駕駛者身上 相當的… 算是直接啊 不會有那種 軟跟虛偽的一個這個表現 那當然它的操控性也是非常… 不要想說 這麼龐大的一個這個車身 因為我們知道 Honda CR-V的車內空間實在是大的 令人覺得感到不可思議 可是開起來呢 卻因為這個Honda本身的一個底盤設計 其實我覺得非常靈活 嗯… 我覺得在SUV上面 你不能夠把避震器做得多麼的強韌啦 對 但是我覺得CR-V在保有舒適度之餘 它的側傾支撐 這個最重要 容易影響到可能 暈車 車上小孩長輩的乘車舒適性 我覺得這一點是做得還蠻不錯 當然我覺得 除了它的動力大之外呢 搭配的這具變速箱也是蠻厲害的 這具CVT變速箱 其實它平常行駛非常的順暢 那它也有這個 模擬七速手自排的功能 你看像我的這個方向盤後方 也有這個換檔撥片 可以來進行換檔的一個操作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不錯的 也讓這個引擎的動力 充分的確實傳輸到我們的驅動輪 讓這台車 我覺得0-100加速有非常好的表現 當然油耗也是相當的不錯 對 一公升其實它可以跑14.6的一個 經濟武能用具的數字 對 其實我相信觀眾朋友們身邊應該 多多少少會認識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有開CRV的人 那在這一代的車型 其實我身邊就有長輩 想要入手可以聽到這個1.5升 這個畢竟是一台中大型的SUV 對於1.5這個數字 很顧慮喔 但實際上在試駕過後 你看嘛 193匹了嘛 對 20幾公斤米的扭力 而且它的扭力區間 從2000轉 就一直到 一路到5000轉 都是它的峰值平原喔 整體的動態 當然不敢說它是多猛爆啦 但是我覺得即便是滿載啦 加行李等等 其實都用起來綽綽有餘 像我聽到1.5升的排氣量 我就覺得特別開心 因為省稅啊 對啊 所以這點是很棒的地方 那當然在這一次小改款的車型上面 自信你副駕駛座也改成了電動的座椅 電動調整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沒錯 那當然對於原本車內的一些操作設定 例如說 像它的這個充電孔 也從原本中央扶手的這邊 移到了排檔桿的下方 在前面 顯得更加的方便 那當然它前面有兩個USB的充電孔 後座也有兩個USB的充電孔 所以 整個車的人都可以充電 整個車的人都可以充電 然後艾達很自私的 剛剛一上車 就把手機放上了無線充電房 對 其實原產已經配備了這個 無線充電功能的這一塊底座 所以手機放在這個地方就很安全 而且當然使用無線充電的時候 螢幕上還會顯示現在正在充電喔 沒錯 我覺得這一點啊 對 以人為本的這個Honda 其實真的算是蠻貼心的 最後我覺得有一個算是 我自己啦 我自己平常可能在停車 或是過巷那種都會用到 就是它多了一個雷達的系統 對 所以等於你 不只是倒車的 你看像之前這個倒車的監視畫面 掌握距離的時候又多一個雷達 可以讓你安全一點 這個倒車影像的部分呢 它除了有這個距離的設定之外 其實旁邊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小改款車型有這個雷達系統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都會去顯示了 這是很重要的地方 同時你也可以在加一點錢 選配環景的影像系統 可以選環景喔 對在小改款的CR-V上面 所以等於它 我覺得雖然很多人覺得小改款 感覺上沒有一些過往的操作上幅度那麼的大 但是我覺得CR-V在這一代的車型上本身 東西就已經算很滿了 當然我個人又覺得入門的VTI 其實競爭力好像也蠻不錯的 對啦 提到入門VTI來說的話 雖然入門的VTI沒有這個電動尾門 以及全體天窗的設計 但是相對而言它反而變得更加的務實 因為減少了你未來後續的一些 使用上的這個維修的需求的成本 所以像我朋友就訂了一台VTI 因為他說我不要電動尾門 我也不要天窗 我只要有這個亨帶身體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棒 對 那講到電動尾門 現在小改款的CR-V 已經有主體感應式的電動尾門 郭小姐說他假裝的都滑不開 滑不開 原廠的很好用 對 所以其實有一些產品 還是原廠設計的還是最好的 例如說像這個車上的導航系統 以原廠的車技來說 第一個它的反應相當的迅速 觸控也相當的方便 尤其原廠的圖資我覺得 嗯 滿OK的啊 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這點是很重要的啦 剛才我們在外景看到艾達跟智希 在跑這個蜿蜒的小山路的時候 對於這顆地球夢引擎的動力 實在還是讚譽有加的 當然除了買這種中型的SUV 動力上要幫大家比較之外呢 很多人會在意的是中骨架的殘質喔 我們請艾達幫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如果在市場上面 以三大SUV的巨頭來說的話 他們的中骨車的表現如何呢 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 冠儀跟郭小姐 就有談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Honda的CRV非常的保值 嗯 其實應該從我開始喔 往我的這個左邊 也就是觀眾朋友們 畫面右左邊這樣一排過去喔 全部都曾經是CRV的車主 對 像我是買過一代二代的喔 那這個這個 羅哥也是買過一代的這個CRV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CRV 共同的印象是什麼 不會壞 沒有修過 嗯 然後呢 賣的時候啊 很值錢 那當然我們擁有的時間 稍微比較長一點喔 如果說你現在以現在2020年來看 我們回頭看過去 2018年的Honda CRV也好啊 福特的庫改也好啊 跟Toyota的Raffle也罷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其實在當時啊 三台車的價格 並沒有很大的落差 可是來到了兩年多 接近三年之後 這個中股車的價值 可能就有一些差距喔 那我們目前我們現在看到 是從中股車網站上面搜尋而來的 那當然這車子都有一些 等級上的區分 我們可以看到以2018年 Honda CRV來說 大概還有在80萬上下 也就是78萬到82萬 這樣子一個區間帶的這個 中股車 兩年多中股車的一個這個售價 那如果說你可以看到福特庫改來說 他就只有66萬到72萬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 目前現在兩年多中股車的一個價錢 那Toyota Raffle則來到的是75到80萬 那因為Toyota Raffle的車型 它的涵蓋範圍稍微有一點點比較廣一點 因為它有純汽油的版本 它也有Hybrid的版本 所以呢以Hybrid的版本來說 當時價格稍微來的比較高一點 所以在這個中股車的售價落差會比較大 可是你發覺了一個問題喔 以福特庫改來說 這個是它的宿命 它中股車的這個價值 其實並不是說它中股車的殘餘價值比較差 而且它跟的是大眾一般所有的車輛 差不多的一個保值性 可是以Honda CR-V跟Toyota Raffle來說 這兩台車保值性相對的就比較好一點 不過你認真上來比的話 你就會發覺Honda CR-V比起Toyota Raffle 保值性來的更高 為什麼 因為Toyota Raffle 它其實還有一個Hybrid的車型 那其實Hybrid車型到了一個年限之後 雖然它現在保固期跟保固里程 都拉得非常的長 但是大家還是會擔心啊 擔心什麼 如果我的電池壞了怎麼辦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擔心 還有它有動力轉換系統 它還有這個驅動馬達 其實這個金額也還算蠻高的 那在頂規的Hybrid車型上 價格就會有受到影響 那當然原本最貴的車子 價格往下掉之後 它下面純汽油版的車型 價格一定又會再往下修 所以你就發覺 在Honda CR-V上面 它可以站上了最保值的國產 甚至是不分國產進口的 中型SUV這個車型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擔心妥善率 你要擔心維修版的問題 在Honda CR-V上面 不能講說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不能說它真的不會壞 只是以我們這一排人開購的經驗來說 它真的是沒有壞過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以前乃哥開最久 以前乃哥CR-V開最久 他只有換過那個什麼 燈泡 燈泡 對 他只有換過燈泡 所以這個市場上面就會提出來就是說 那希望買中古車的消費者 都是希望怎樣 第一年的折價都被折掉了嘛 我來撿便宜 我可以用更優惠的價錢來入手 我想要的一個夢中的車款 可是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要買那種三年五年以後的中古車 你會覺得都這麼老了 還要這麼高的價格 或者說我買這個半年十個月 一年的車子 可是跟新車又沒有差幾萬 這時候我會建議這個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要選擇是這種高保值性的車款 例如說RAFO 例如說Honda CR-V 你就乾脆買新車就好 不要去考慮那個一兩年的中古車 沒有特別划算 真的 而且剛才其實到尾哥有講到 他8年的CR-V嘛 賣掉的時候還有40萬 然後我的朋友是在2011年 也就是9年 是估的是給中古車商36萬 其實一年才折掉4萬塊錢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保值 好 好